這種外孕的病人其實還蠻多的 對 那有曾經有的病人 他會覺得說 因為子宮外孕也會有月經來 他會覺得這是我月經 我根本沒懷孕 所以他根本會 大家相信我會外孕 真的 對 然後他來的時候 因為他沒有真正在子宮內受孕 所以他還會繼續排 繼續有精血來 對 所以他覺得我們有碰過他說 怎麼可能懷孕 我月經來懷孕怎麼可能 對 就是像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主數 然後後來我們再跟他解 後來我們參半播看 就是說你這裡面肚子都血水 你這很危險 他說不可能 不可能 我只是今天沒吃早餐 頭比較混 你才在跟他講 他就坐在那邊 然後就整個就 就昏倒了 這麼快 對 因為他整個就很白 那因為這種會懷孕的女生 大部分都是年輕女生 二十三十歲 所以他基本上身體功能很好 即使出血三四千 都還撐得住 對 那你不趕快給他處理 他真的會有生命的危險 對 所以子宮外孕的病人 大概就是要趕快處理他